上节讲完Session之后 其实也有问题 我这个标题啊 写的是比较好记性 它是有问题 但是它不是Session的问题 严格来说 我的标题写的不对 它不是Session的问题 而是说 它是我们当前设置Session方法的一个问题 Session本身这个东西 它没有问题 它只是个解决方案的名称而已 所以说我们看的是什么 是当前我们这个代码的一些问题 大家想一下当前代码有什么问题 问题就在于什么呢 现在这个Session是放在什么地方呢 是放在那个SessionData里面的 SessionData是个什么呢 说白了 它是一个代码的一个变量 对吧 代码的变量具体是什么呢 它就是程序运行内存的一个内存块 也就是说 我往这个变量里面存储很多很多的信息 然后呢 它其实就占用内存的一些空间 对吧 就当前进程内存的一个空间 所以说 这就是一个问题 目前Session的数据呢 直接是JS变量 它是放在NodeJS进程内存中的 我们代码写完之后 我们通过这个NPM RunDev去运行 它会产生一个进程对吧 这个进程就会有些内存 然后这个JS变量就是在这个内存中 所以说Session直接放内存中 那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具体看一下 一共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进程内存有限 反问量过大了 内存暴增 怎么办 在操作系统中 一个进程的内存是有限的 这个操作系统会做限制 如果反问量过大 Session过大 反问量过大肯定导致Session过大嘛 因为一个用户会在Session里面 注册一个电量 然后第二个用户来了 再注册一个 第三个用户来了 再注册一个 这样的话 比如说十万个 一百万个 一千万个 来了怎么办 对吧 所以说一个进程 如果是变量太大的话 把这个进程内存挤爆 那这个进程就会崩溃 这样的话 这个进程就死了 这就不行了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正式上线之后 运行是多线程的 线程之间这个内存 也是无法共享的 而且线程之间通讯 是挺麻烦的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现在写的代码 在本地运行 它是一个进程中 正式上线之后 它是多进程的 你Session直接放在GS变量里面 这个GS变量 是通过路的GS进程来存储的 这个时候 我们如果起了多个进程 那每个进程中 都会有个Session 对吧 比如说 一二三三个进程中 都有Session 比如说我第一次 进行登陆的时候 命中的是第一个进程 它把我的登陆信息 放到Session里面去了 它自己的Session里面去了 然后我第二次发问的时候 命中的第二个进程 第二个进程 没有第一个进程的Session 这样的话 你那层数据有法共享 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出问题了 就是第一次发问 登陆成功了 第二次发问 命中第二个进程 又登陆失败了 对吧 这肯定是不行的 还有一个扩展的地方 就是说 我们这次课程中 因为我们课程 肯定用不到一些 正式上线的一些 集群啊 多机器啊 这种环境 这种环境 基本上在单公司 有专门的OP去赢 才能搞得定 或者说你花很多钱 去阿里云上 租一个什么样的云服务之类的 当然你花那个 一个月200块钱 300块钱租的那种 云主机那个不算 那个太便宜了 肯定没有什么 机群或者多机器的 一个概念 那我们正式上线的时候 我们这儿说是多进程 多进程只是一个什么呢 只是一个出机状态 然后实际 比如说弹性项目中 它是一个多机器的 甚至是多机房的 这样的话就更麻烦了 但是多机器 多机房 它和多进程是一样的 它们的特点是什么 都是数据不能共存 都是一个一个 单独的一个 运行的一个进程也好 机器也好 机群也好 对吧 所以都是一个问题 详细来看一下 这个图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啊 学进程基础的时候 能列到 这是一个进程内存模型 就是在进程之中 无论什么样的进程 Norz.js起来也算一个进程 它都是这样的内存 一个内存模型 就是一个骑士地址 然后上面有一个结束地址 就是搜导系统 会给你分配这么一块内存 然后里面呢 上面的是stack 下面的是hap堆 stack 站里面呢 一般存储的是程序运行的一些基础的一些变量 一般GS中就是技术类型的变量 比如说数字类型的 还有board类型的等等这些 hap里面呢 存储的一般是引用类型 比如说对象数组啊 函数啊这一些 然后往里面存 当然我们的session如果存的话 肯定是存在这个hap里面 对吧 然后session越多 它这个hap的支构越高 越高越高越高 如果这两个接起来了 或者说导致整个内存崩了 那就完蛋了 这是一个进程内存的一个模型 你必须知道的是什么 就是操作系统会给每个进程分配 这么一块有限的内存块 这是有限的 然后第一个问题我们说过 操作系统会限制一个进程的最大可用内存 诺德杰斯在32位系统中 它只有1.6G的内存限制 在64位的系统中 它也不会超过3G的内存限制 所以说 它的一个可用内存是有限的 比如说我们的好多个进程 诺德杰斯是其中一个进程 然后session是其中的一个进程中的 一个变量也好 对象也好 总是它占一块区域 它承载的用户多了之后 自己的量会暴增对吧 它再增 它也不可能撑出这个进程的这个区域块 它如果撑出来 那进程就完蛋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正式上线的时候 我们每个诺德杰斯程序 它都是分成多个进程来跑的 那为什么分多个进程来跑呢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刚才说过 操作系统对一个进程的 分配的空间是有限的 对吧 我们现在的服务器内存都很大 如果我们在这么大的服务器中 只跑一个诺德杰斯进程的话 那岂不是太浪费内存了吗 对吧 我们内存本来有8G 结果只跑一个诺德杰斯 它自己才最多能吃2G 这样的话就太浪费了 对吧 那如果是我们8G的内存中 比如说跑了三个多个GS 那基本上 我们的内存就可以被占的多一些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处理器都是多核的 对吧 双核的这是最基本的 对吧 四核的 六核的 这是处理器 多核呢 它又可以并行处理多个任务 比如说 我们这有三个多多GS的进程 当然我这是只是举个例子 就是说多核的处理器 它可以同时处理多个进程的一个任务执行 或者说它适合于处理多个进程的一个任务执行 所以不管从内存的一个使用量上 以及CPU的一个使用量上 我们都期望是符合这个服务器 当前的一个硬件标准呢 去启动多个进程 多个进程 扩展起来就是什么 就是多个机器 多个机房 多个机群 等等这些 是吧 那如果是每个进程中都有三核的话 进程之间的内存是不能共享的 这个大家明白吧 进程之间内存肯定是不能共享的 比如说你开启了一个QQ的进程 开启了一个电脑上QQ的进程 你又开启了一个什么Chrome6软器的进程 这个时候QQ的进程 想去访问Chrome6软器的进程的数据 如果错到讯息允许的话 那不就乱了吗 对吧 那Chrome进程也可以访问 QQ进程的一个数据 那他们这两个之间 那不就乱套了吗 对吧 那就造成了一个安全的隐患吗 我QQ的数据 为什么要给你Chrome来看啊 是不是 我们都是有保密的一些数据 所以说进程之间的内存 是相互隔离的 那如果我们开了三个进程 那我第一次访问 命中到这个进程 把Session给我写进去了 然后第二次访问又命中了 下一个进程 那这个Session就没有了 对吧 因为数据不共享 那为什么我们每次访问 都会命中不同的进程呢 这个我们在最后讲 负载进程的时候 就讲了PMR的时候 会说到 就是你在外面访问的时候 它起了三个进程也好 四个进程也好 你能访问哪个进程 都是有前面 它会有一个分配的一个工具 去给你分配的 它看到哪个进程比较闲 它就会给你分配到哪个进程中 这样的话 就保证每个进程的 负载的数量比较平均嘛 这是题外话 总之就是说 进程之间的内存 是不能共享的 你把Session也放在这里面 是不行的 好 怎么解决呢 就Redis Redis这个词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 前端可能你听说过 就是做前端的时候 但是你要做Sero段的话 Redis是你必须要掌握的一个工具 好 我们先抛开刚才那个问题 我们先看Redis 了解完这个的时候 我们再去看怎么去解决那个问题 Redis是WebSero最常用的 一个缓存数据库 数据放在内存中 大家记住 它是放在内存中的 内存有个什么特点 就是读写特别快 这是它的优点 缺点呢 内存比较昂贵 内存比较贵 比硬盘贵多了 然后内存存储的空间 稍微小一些 因为内存贵 成本高 所以说大家省着用 然后第三个问题 内存断电流失 一断电就没了 一关机就没了 然后相比MySQL 它访问速度肯定快 对吧 因为MySQL 它说白了是个硬盘数据库 虽然说MySQL 硬盘数据库 它是通过那个 避数的那个方式 做了那个数据组织 访问很快 但是它是有这个 硬件上的一个隔离 因为内存和硬盘的 访问的那个速度的 数量级都不是一样的 硬盘上的数据访问 你不管在怎么算法上 优化 你都干不过 内存的数据访问数据 这是硬件决定的 然后成本过高 可损数的数量 也比较小 这是内存的一个硬伤 对吧 所以说 一个系统中 我们既用MySQL 又用Redis 这是一个结合的方案 就是有的地方 适合用MySQL 有的地方适合用Redis 因为什么 因为它们有不同的特点 对吧 所以说能应对 不同的场景 如果把Redis放到这儿来 就是它和MySQL 是类似的一个功能 就是我们通过浏览器 访问一个Server 然后WebServer 就是诺杰斯做的这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要插入一个博客数据 然后到WebServer中来 它就会跑到MySQL中来去插入 对吧 比如说 我们要执行一个登录 登录完之后 这个登录的信息 我们要把它存储到Redis中 总之 Redis和MySQL 都是一个存储数据的一个工具 只不过 MySQL它是一个硬盘数据库 Redis是一个内存数据库 但是它们各有特点 对不对 这样的话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WebServer和Redis 拆分成了两个单轮的服务 然后双方独立可以扩展 对吧 它又像什么 像MySQL一样 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一开始说的两个问题 其实问题的根源就在于 我们的Session是存储在内存中的 就是进程的内存中 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如果是Session过大了 会把进程的整个内存给挤爆 第二个就是说 多进程之间数据没少共享 对吧 这两个问题 但是如果有了Redis 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把这个Session存储 放在Redis中 就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再看到上面 这个解决方案的图 就之前的时候 我们是把Session 放在这个里面来 对吧 就是这个进程的一个变量中 也是进程的内存中 然后才会导致到 我们之前提的两个问题 但如果我们把Session 把Session放在Redis中来存储 它会有这个问题吗 它不会 咱们一个一个说 如果把Session放在Redis中 来存储 第一个 它会把进程的内存举放吗 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现在Redis 是另外一个服务了 和你的WebSore 和你的NodeGIS 没有关系了 我Redis的内存 占再多 给你NodeGIS的进程内存 没有关系 对吧 因为它们分开了 就类似于 你Mysycle存储的数据 多少和你NodeGIS的程序 没有关系了 它们两个是两个服务 只不过是调用关系 连一下而已 对吧 和这个也一样 Redis中 我存储多少Session 跟你这个NodeGIS的程序 已经没有关系了 第二个问题 多进程中之间的 数据同步问题 这个也很好解决 因为你这里面 不管是起三个进程也好 五个进程也好 一百个进程也好 你都同时访问 我这一个Redis 对吧 你的Session放到 我这个Redis中来 你多少个进程 同时访问 我都是可以 共享数据同步的 对吧 因为数据就我 Redis中有这一份 你别的多个进程 来访问的话 都没有问题 你哪个进程来访问 我就给你哪个 对吧 然后比如说 第一个进程 第二个进程去访问 这个Session能访问到吗 能访问到 没问题 对吧 这是一个相当于 是一个比较 集中的一个数据仓库 对吧 就和MySQL是一个道理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是说 我们的用户 真的暴增增多了 之前的时候 我们这个Session 放在这个进程队存中 它会把进程给挤爆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放在Redis中 这就没有问题了 我Redis可以扩展 我可以扩展机器 我可以扩展成机群 我可以扩展成很多个机房 这都没有关系 就是这个Redis 怎么扩展的问题 其实按理说都不是 能够解释的开发人员 需要关心的问题 你只需要申请 说我要一个Redis 然后我需要多大量内损 然后就够了 对吧 所以说把Session放在Redis中 完美解决 上面两个问题 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吧 好 我们最后呢 看一下 为什么Session适合Redis 就是Session 难道不能放在MySQL中吗 第一个问题 Session访问拼起来 对性能要求极高 就是Session 大家看啊 我们上一节 写代码的时候 Session是放在哪 去处理的 是放在APP.GS 在处理的 对吧 APP.GS 就是最外层的 那个GS文件 它要承接 所有的访问的一个入口 每次请进过来之后 都要经过Session的 一个解析和处理 才能往下走 所以说 它的访问极其频繁 MySQL就不一样 MySQL你只需要 执行到保存 执行到更新的时候 才会执行 它是一个 比较之后的一个操作 对吧 Session是一个前置的操作 就是每次来了 请求 执行HGB的请求 都要去经过 以及Session的处理 所以说它很平凡 平凡了之后 就对性能要求 就比较高 你访问这么平凡 你再稍微慢点 那就耽误功夫 对吧 Session可以不考虑 锻炼丢失的问题 就是Session 我放在Redis中 它可能会导致锻炼丢失 但是没关系 Session丢了没关系 Session丢了 我们就是登录失败 我们再同一登录一次 对吧 这个都没有关系 因为Session中存储的 只是我们一些 临时的一些 需要加快访问 和加快操作的一些数据 并不是说丢了 就不行的一些数据 用户没丢了没关系 Session丢了没关系 相当于你没有登录 你再重新登录一下 不就又有了吗 对吧 这个没有关系 然后Session数据量 不会很大 这个它不会很大 就相比于Mascycle来说 它不会很大 Mascycle中 存储的数据 可以很大 你像一个博客 它一个内容 可能会有好几十开币 甚至上百开币 对吧 但是Session的内容 不会很大 Session一般就存储 一些个人用户信息 或者说 极需要快速访问的信息 这个每个用户 可能对应的存储量 都比较小 所以说Session 适合用于Redis 你要Session 用于Mascycle就不行了 第一条就不行了 Mascycle访问 还是要慢一些 因为Mascycle 是硬盘数据库 Redis是内存数据库 第二槽 这个就无所谓了 你Mascycle硬盘数据库 可以保证断链不就事 但是我根本不care 这些问题对吧 然后Session的数据量 也不会很大 所以说我们没必要 去Mascycle中去用 就Redis就够了 这儿补充一点 其实Redis 它也可以做到 锻炼不留意数据 但是它需要做 额外的一些配置 这个你可以把它做成 一个不是主要的原因 就是Redis也可以做到 锻炼之后不留意数据 它有它自己的 背负的一些方案 但是要做其他的配置 这儿我们就不考虑了 因为我们的Session锻炼 这个没有关系的 如果是为Redis 做一些锻炼 数据丢失的一些情况的话 还要做一些数据恢复 是挺麻烦的 总之整体的看来 Session是更加适合于Redis的 然后为何网站数据 不适合用Redis 就是我们之前 往MySQL存的 放在Redis中不行吗 我们看一下 就是首先 操作频率不太高 就是你保存啊 查询啊 这个操作频率 不是那么高 对吧 就相比于Session来说 相比于Session来说 操作频率不是那么高 所以说没必要 放在Redis中 你操作频率不是很高 你放在Redis中 就浪费资源了 然后锻炼 不容丢失 必须保留 这一块 而且是恢复比较容易 你放在MySQL中 你就不用考虑 恢复的问题 你就锻炼之后 联上电重启之后 你该怎么访问 怎么访问就行了 这块比较重要 就是说网站的数据 它新加了一个博客 它保存了一个博客 这个数据是不能丢的 再怎么样都不能丢 除非时间末日 再怎么样都不能丢 但你放在Redis中 它可能就会有 丢失的风险 或者说 找回复的成本 也会比较高一些 然后呢 就数据率太大 这个也是一个 很根本的原因 就是网站数据都很大的 网站数据存储了 很多的一些运务信息 这些信息 如果是都放Redis中 那内存成本也太高了 所以说 根本不适合放在Redis中 所以说 走回来看 网站数据 就是适合放在MySQL中 最后我觉得 做这个Redis和MySQL的 一个对比 还是很有必要的 大家通过MySQL 也能去了解Redis 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就是你知道 它的使用场景 你就能明白 最后使用 为什么要这么用 对吧 好 我们接一下先讲到这儿 我们下集再去 讲Redis的安装 和一些基本的操作